画龙点睛的经典列车开动咯 我们陪你听 70到90年代经典歌曲 防 各领域嘉宾 追 最及时的晚报新闻 更要玩 有娱乐性和教育性的 黄金对决问答游戏 星期一到五 下午4点到8点 画龙点睛 黄金党的金龙 小韩 是你下班的最佳拍档 聆听各方观点 以集思广义 多方思考 画龙点睛 嘉宾演论纯属个人观点 敬请斟酌参考 iPhone画龙点睛 8月份国庆院 画龙点睛又有新单元了 从8月3号开始 每逢星期一 傍晚6点到7点 都有导游温加伦和技企业 带我们从马来西亚看世界 深入了解 我国拥有世界级头衔的 文化和旅游景点 第一站 先到拥有乔治市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槟城 穿梭大街小巷 听地道的老故事 星期二 宠物轮椅制作者黄志威 会谈谈 他如何让残疾的动物站起来 星期一到五 傍晚6点到7点 星期三到五 午夜12点重播 黄金党的金龙 小韩是你下班的 最佳拍档 咨询卖动 全天放送 IFM越听越爱 大家好 我是黄金党的金龙 你好 我是黄金党的小韩 大家好 我们是杰斯迪 杰斯迪维克 我是嘉伦 我是杰斯迪 赶紧赶上话龙 已经四个人主持 很开心了 这一次呢 我们就带大家 Chutie Chutie Malaysia 穿梭大街小巷 而且是马来西亚的世界之最 所以今天呢 可能好像就是 四个人一起隆重的 推荐这个新的单元 在马来西亚看世界 那当初呢 我们在跟两位嘉宾 也就是嘉伦 还有企业 构思这个单元的时候呢 嘉伦就抛出来了 在马来西亚看世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 因为其实之前 我们 就是做这个 网络上面的频道的时候 我们就是很想 将马来西亚的东西 推广出去 除了让马来西亚人 重视之外 也希望其他国家的人 能透过中文 去了解马来西亚 那 为什么要 套世界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 很多世界上 很近 世界级的东西 对 世界之最 世界第一 那有时候 我是透过国外的一些纪录片 才来了解马来西亚 原来 哇 原来那个鱼那么贵的 原来 又或者是某某东西 就变成说我们 好像是要从 转了一个圈之后呢 才来认识马来西亚 甚至我们会发现是很多英文媒体 他们会用这些特定的词 去吸引什么 Wall's Tallers Highers 但是中文媒体你反而很少用 甚至有一些中文媒体可能用的时候 他只是用排行榜 因为我们可能在市面上很多商业操作的排行榜 可能没有什么样的公信力 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自己会做这个记录 例如说它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再找出同一条桥 外国的是不是真的比我们的短呢 我们会做这些research 跟调查 然后希望它是真正的 有这个头衔的那个实力在啦 结果是真的 我觉得很多 都是世界级的 真的都是世界级的 而且两位做了导游之后 应该有更多的发现吧 因为你们一定要熟读很多资料 然后呢 带团去到这些地点实际的去观赏 去参观 然后呢 做了导游之后 跟做了导游之前 从马来西亚看世界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话 是不是有更多新的发现 我觉得自从做了导游过后 反而是推翻了自己很多东西 因为你发现你带团的时候 有很多团友 他真的是看过世界的 反而我们是 好像只是在马来西亚 或者是其他比较亚洲性的国家 他们看过世界 他们会回馈不一样的东西过 甚至他们说 其实马来西亚这点很好 你想不到的 厕所很好 厕所很好 为什么是那个烂倒 因为他们去过欧洲很多地方 他会觉得 没想到马来西亚的厕所是 是很好的 甚至 甚至有很多文化上差异 在厕所上面会体现到出来 又便宜啦 又便宜 对对对对 如果你去到国外的话 你可能上一个洗手间 然后可能是需要 整十多二十块的马匹了 你就觉得很心痛 对这里免费 但是却有很好的素质 我们会说CP值 性价比非常高 就是马来西亚这样子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必须要说的 很多外国人每次来到马来西亚 第一个印象 他们都会 冲口而出的就说 马来西亚很热情耶 马来西亚人很好耶 其实的确是真的 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们有三大民族嘛 最主要 但是有时候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东方国家的人 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在沟通上 可能有问题 遇到一些马来同胞 或者是印度同胞 他们可能不是说华语的 不是说中文的 但是他们就算不懂 你们在说些什么 比如说有中国的朋友 来到马来西亚 他会很乐意尝试 尽可能帮你去解决问题 比如说有人问路啦 不懂去哪里啦 他们比手画脚 他们也很开心 很乐意去协助你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也是马来西亚广荣之一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 我们会做这一个主题啊 马来西亚看世界 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 其实太多很美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不会去重视 那要怎么样的主题 才能让大家去重视呢 只好套上一个世界 对 我希望大家不要从马来西亚 去看马来西亚 你应该从世界的角度 去看马来西亚 你才会发现 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 是多么的珍贵 是你几乎现在世界上 所有的国家 你没有发现到多元种族 能在一片土地上面 文化彼此交融 食物方面的交融 尤其棒 这是马来西亚 做到非常非常好的 是我做了导游过后 我们会彼此说的时候 我们才会越来越感动 我希望透过这个感动 能透过影片 或者透过可能 on air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这个感动的话 当初你们在做DJ 都没有真的那么的了解 马来西亚 当了导游之后 才发现到 原来马来西亚 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真的 我看你们说了嘛 比如说人文也好啊 或者是美食也好 等等这些 我们都知道说 马来西亚很棒 包括一些景点的话 其实马来西亚 有很多世界级的景点 可你在那个地方 看那个角度 跟那个景色 其实跟你在国外看的 其实真的 没有太大的分别 应该说 可能我们还会 烧生一筹 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 还有我们的就是热带雨林 可能是气候的关系 其实很多东西呢 在拍照拍出来的那种 宏观啊 或者是景色 真的那种绿衣是很棒的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去 特定的旅游景点 我们会观察一下人群 你就会看到 有时候会有本地人 带着外国人 可能是朋友 然后一起介绍 你说他就会通常第一句哦 你会听到 马来西亚很热啊 没有什么东西玩的 我们在旁边 我就越来越深入 对我就是要问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让马来西亚人 意识到马来西亚这么美好 如此的重要呢 从你个人的角度 还有从导游的角度 OK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们先从气候来说 其实我不会将 马来西亚的气候 定义为很热 我作为一个导游 我会定义它是稳定 只有稳定 你才能够在特定的时候 应该说 365天 你在特定的高度 你能够欣赏到我们高原气候 你能够深入森林的时候 你知道阳光跟灵鹰之间的美好 但是例如说 如果你去到特定的温带国家 冬天 你只能看到冬天 然后你去到哪里 都感觉差不多的感觉 但是马来西亚不一样 任何时候来 你在特定的高度 不一样的地方 靠海 怎么样都好 你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就在有一些差异的地方 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 因为我们的气候稳定 因为我们在赤道嘛 那如果你说到热的话呢 你真的是 如果去到一些四季国家 夏天的时候是闷热的 那种热到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忍受那种才恐怖 是我们的湿度又好 然后你看常年有风 好棒的一个国家 而且我觉得其实气候稳定 对于我们要推广马来西亚的旅游业 是很有很大的注意的 因为它稳定啊 所以你就可以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去推成初心 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 这个对很多的政策啦 不只是旅游啦 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是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选择了 今天8月3号嘛 我们就选择了 其实我们彼此都很爱的一个 一个州属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槟城 而且槟城说到这个地方呢 可能很多的马来西亚人哦 是去不止一次的 就是可以经常回去的 我觉得这个魅力是需要各州属 或者是各个旅游景点去学习的 是是 这也是我们之前很感叹的一点耶 对 就是有时候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 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就比如说他们的旅游局 当地的旅游局 他们做的一些努力 他们的一些po文 你会觉得他们是有再极力的推广 他们当本周的那些旅游景点的 他们的特色 是 而且我们做导游的话 我们是很希望一个地方 你能够有回头客 是 有回头客代表说 其实你每一次都会有一个遗憾 呃 槟城在留下遗憾点上面 它做到很好 就是它永远会让你回味 你吃了这一个炒果条 你之后还是想吃它 怎么会有这么的魅力呢 你进到过蓝屋去看 你过后可能过隔了两年 你还是会想说 我好想去蓝屋去看一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 可能是艺术上面的价值 可能是文化上面的价值 它这个交融在一起的时候 是会让人想一去再去的 这个是槟城目前来说 我们真的是觉得 马来西亚做得相当好的一点 那今天节目呢 会带大家去槟城 那当然接下来呢 好几个星期呢 我们的嘉隆跟企业还陆续来到节目当中 一起呢 跟我们再买一下看世界哦 画龙点睛的经典列车开动咯 我们陪你听 70到90年代经典歌曲 访 各领域嘉宾 追 最及时的晚报新闻 更要玩 有娱乐性和教育性的 黄金对决问答游戏 星期一到五 下午4点到8点 画龙点睛 黄金党的金龙 小韩 是你下班的 最佳拍档 聆听各方观点 以集思广义 多方思考 画龙点睛 嘉宾演论 纯属个人观点 敬请斟酌参考 资讯迈动 全天放送 IFM越听越爱 大家好 我是黄金党的金龙 你好 我是黄金党的小韩 大家好 我们是Jack Steven Jack Steven 我是嘉伦 我是Jack 我是Jack 起叶 好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可能很多朋友听了 你介绍很多次 你们的团名 但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团名 组合名称 组合名称 对 我们是从我们两个人的英文名字 加以组合的 他是Jack 起叶 我是Steve 嘉伦 然后 然后就将那个Jack拆开 然后我塞进去 对 所以就就英文来说是 JA 然后S-T-E-V-E CK 这样子 所以念英文的是 英文就叫 Jestific 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词 但是刚好他又能够发音 然后 发起来又好像一个团名 哈哈哈哈 所以 所谓的Macham Yes 对 没错啊 非常好 真的 所以我们就将他变成我们的 这一个频道名字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马来西亚更多的东西 你也可以留意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频道 这样子 好 杰斯蒂威克 接下来要带我们去槟城了 对吧 诶 槟城到底有什么世界级 世界级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对 在2008年7月7号的时候呢 就跟这个马六甲市 还有槟城的乔治市 一起申请到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UNESCO的世界文化遗产 对 没错 就是世界联合国组织 我们是透过了很漫长的申请 才申请得到的 因为其实起源来说应该 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州属 应该属于马六甲王朝 OK 也就是马六甲州 但是当时马六甲 本身就已经很想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因为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殖民史 但是在这些古迹 它在保留上面 马六甲 其实后期遭到太多的破坏了 保留下来 其实没有槟城来得好 所以马六甲市就跟乔治市 他们就结合 我们国家就结合在一起呢 从它的物质文化遗产 跟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只要累进到一定的数量 然后它所有的被证实为古迹 然后过后的维护 国家市有拨钱出来回户 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些条件它会写成一篇论文 然后论文的主题呢 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马六甲海峡历史城市 OK 然后透过了这个漫长的等待呢 在2008年7月7号 乔治市跟马六甲市 就正式成为了世界联合国组织 它颁发给我国的 OK 世界文化遗产 我觉得是还蛮震撼的 它的关联性就是 都是马六甲海峡历史城市 对 没错 就是马六甲海峡我们都知道 从北到南 那以英国人统治的时代来说 最北边是槟城 然后中部就是马六甲 过后就是新加坡 基本上就是整个东南亚 靠近南中国海跟安达曼海之间的港口 很繁盛的港口 英国人统治的 就是这三点 所以那时候其实马六甲市 就是马来西亚国跟新加坡 我们彼此之间是希望 要不要叫新加坡一起来申请这个历史城市 但是最后因为国跟国之间 它对于古迹的保留 意见有点不太一样 经营方向都不一样 所以到最后 我们马六甲市跟乔治市 才一起申请 还好申请得到 因为老师说 在2008年开始 就是7月7号 我们得到了世界文化遗产过后 槟城跟马六甲的旅游业 才真正的敲响 我觉得马六甲在世界上面 很大的一个钟声 就是敲响了可能欧美国家 他们开始知道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了 不会再混乱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这个是 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在旅游上面 不然发现了 其实去到槟城也好 马六甲也好 其实都是有很多外国的朋友 都很喜欢来这两个地方度假的 是是是 而且说到槟城的话 其实最早期 大家熟知的 就是在书面上 可能会读到的 就是Francis Light 对 从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是认为 这一个地方 是非常适中的地理位置来说 然后就开始 把这一个槟城 变成了这个自由贸易港口 然后就开始繁盛起来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 来到自己经商 然后也同样的带出了 其中在槟城和马六甲 很有特色的一个少数民族 给他们说 就是巴巴与娘惹了 当中 其实这个刚刚嘉伦有说到的 就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就是这个娘惹文化 对 娘惹文化我们都熟知在马六甲嘛 那槟城的娘惹文化 跟马六甲的发展起源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发展起源 他们两者有非常大的不同 但是它又有很多的关联性 因为它要说的话 它是跟本地的土著 还有海外的华人 他们结合 然后再生出来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 然后它已经是一个 很根深蒂固的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知道 娘惹的食物 其实两地的口味都不一样 马六甲那边可能 比较偏向于香辣 但是在槟城那边 因为北部会偏酸的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 我吃过爸爸娘惹菜了 我说你在哪里吃 我在槟城吃 我说那你来马六甲 你也要试一下马六甲的 因为真的是不一样的 它用的材料 基本上都是不一样 反而有些人吃了 槟城的爸爸娘惹菜的话呢 他会觉得有一点泰国的风味 是 因为用的香料 就比较靠近马来西亚北部那边 所以像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导致 为什么马六甲拉了 乔治市过来过后 我们能够得到 这个文化遗产的殊荣 也就是因为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 也就是 乔生 对乔生 或者有些人家 他翻译 土生华人 这一些文化 它保留的很好 OK 娘惹文化 除了食物之外 OK 大家都很懂得吃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非物质文化 是在艺术上面的呈现 也就是 秀朱协 对 秀朱协 对他们来 你是说土生华人的文化 对 土生华人文化 对 也就是娘惹文化 对 秀朱协对他们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娘惹里面呢 其实 女生呢 在家是 是伟大的 因为男生是 主外的 就是工作啊 那些的 而女生呢 在管 所有的那些家头 事物的时候呢 是非常注重的 只要是 呃 就是 成年的女生 你如果你想要 嫁到一个好人家的话呢 你必须要真的是 样样精通的 要懂得 呃 自秀啦 要懂得煮饭啦 也就是因为这样 娘惹文化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的 娘惹的食物 娘惹的糕点 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他用的那些香料呢 都是当地非常注重的 这些香料 然后其中一个 必须要说的 就是绣猪鞋 绣猪鞋呢 已经是这一个 世界文化遗产的 非物质遗产之一了 然后 因为现在呢 有很多很多的 那些老一辈的 就是那种 呃 鞋匠 他们已经 慢慢的老去 没有做这一个行业了 很少人懂得 去做 这一个绣猪鞋了 然后绣猪鞋 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 因为呢 他们娘惹 女生在小的时候呢 学刺绣的时候 必须要开始 开始 要刺的第一样东西 就是绣猪鞋 我有看过啊 这种小小颗 小小粒的那种 对对对 一小颗的珠子 对对对 然后把它 穿起来 穿起来 然后从头到尾呢 都是人手手工的 对 然后 这双鞋对他们 女生就是娘惹 娘惹叫女生 男生叫爸爸 对娘惹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 要嫁的一个好人家的话呢 他们必须要把 这一个他们从小 刺绣好的 这些绣猪鞋呢 展示给南方 就是他未来的老公看 要给他老公看过了 他觉得 哇 我未来老婆 真的很懂得刺绣 他绣出来的绣猪鞋 很美耶 一鞋是真实 取得过 取得过这样子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环 他们是刺绣一双鞋 还是要见 可能对方南方的时候 才会刺 这双鞋是跟他们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 嫁妆 对 除了展示给南方 未来 未来福家看之外呢 他们也会穿着他们自己 亲手刺的这双 绣猪鞋呢 出嫁的 哇 好重要啊 所以小韩 如果你是要嫁出去的话 你是必须要会刺绣 OK 其实绣猪鞋 它是从 从什么样的源流 流传下来的 其实就是中国的绣花鞋 但是他来到了这一边 他因为 爸爸娘惹的这一个文化 他们来到这边 他们身份上面 其实当时是 未必获得认同的 因为他觉得 两边不到岸 我好像又不是这边的人 我好像又不是外面来到的人 所以这个身份导致他们非常的自立自强 那这个情况导致什么呢 他们就会一直在搜刮钱财 对 很冷的存钱 我要做生意 所以我必须要有钱 我才能踩得起头来 所以这一些他们对于衣着上面 他们会更加的进步 我们就从华人的绣花鞋 变成绣猪鞋 绣花鞋已经巧夺天工了 还要在花上面绣上彩色的珠子 这也是为什么 世界联合国组织 看到了这个秀秀秀鞋过后 他非常认可我们的娘惹文化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现在我们是真的做了导游才知道 也因为他们就是来到了 要让我们本地人就是注重在美食方面 对 而且要说到娘惹族嘛 他们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在异乡 他们要有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 就是所以造就了现在有很多娘惹 爸爸与娘惹呢 他们都是经商从商 他们的就是叫做富豪啦 可以说是富豪啦 比如一个比较有名的爸爸 就是敦陈真路 敦陈真路就是很有名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些爸爸族呢 他们不是开银行的啦 就是做大生意的 都是很有名望的家族这样子 是而且如果要说马来西亚的发展史的话 没有这些爸爸娘惹 可能我们没有那一笔资金 去发展 甚至新加坡也是如此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早期 很多爸爸娘惹非常有钱 英国政府过来了过后 他有钱吗 他也未必比这些爸爸娘惹有钱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跟爸爸娘惹说 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资金 我们要发展吉隆坡 为什么吉隆坡会有大中楼 其实里面有三千英镑 当时的三千英镑 是爸爸娘惹 他资助给英国政府的 然后这些爸爸娘惹 后期因为他们有很多移民 去了新加坡 那其实也带了一大笔的钱财 去经营新加坡 我相信新加坡政府 也应该要重视这个爸爸娘惹文化 真的是不要小看爸爸娘惹 真的 那以为只是他们懂 我们只懂他 美食 美食 越听越来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说了娘惹文化 接下来要说他的相关建筑物 是没错 就是青屋 也就是冰城的爸爸娘惹 我去过蓝屋耶 这个青屋跟蓝屋有什么不一样 蓝屋其实它现在已经变成了 就是酒店旅社 然后原先呢 他是一个海外华人的一个住家 对 然后青屋呢 他虽然是以前是正景贵的住所 但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娘惹博物馆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娘惹的文化啦 他们的居家的一些摆设啦 还有他们的那些服装 跟他们的首饰 重点是首饰那方面 刚刚就讲说他真的很有钱嘛 对不对 爸爸娘惹博物馆里面 他后面还有一个叫做珠宝博物馆的 如果你想要看看 想当年这么有钱的人 他们买什么样的首饰 去装扮自己出嫁的时候 或者出席宴会 找到客人的时候 他们会穿金带银 没有带银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金 很可怕 而且你就真的是感受到 之前有几部戏剧小娘惹 非常的红红 中国也翻拍嘛 你可以看到 想当年小爸爸娘惹 有多么的厉害 真的非常强 真的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槟城的这个清屋 对 然后其实爸爸娘惹文化 是也算是英国殖民底下 带到来这里慢慢衍生的一个文化 但是我们说回英国人的话 其实有一个地方 我相信大家去到槟城 应该都会去的 对 一定会去 就是升旗山 其实基本上英国人他们自己本身是很爱过的 然后他们来到就是其他国家统治的时候呢 就是马来西亚 他们呢也很爱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必须要在最高的地方呢 升旗 对 升旗山 并称了升旗山 就是想当年 他们要证明他们的大英帝国的时候呢 升旗他们的Union Jack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叫升旗山 没错 有一种占领的一个异象在那边 所以槟城当它统治了过后 它就在那边升旗 这个旗 然后现在已经变成我们非常知名的旅游经典 然后它里面也有世界之最 就是我们一定 上升旗山一定会重达的 就是这个电缆车 就是缆车 它是世界级的 怎么说 它是世界最长的这一个隧道缆车铁路 隧道缆车铁路 对 有没有发现 缆车有什么不一样 它不只长哦 它是最倾斜的 是是是 对 你应该去世界任何的国家 你不会有一条在地有轨道的缆车 它有缆拉着我们上去 我们上去 然后它会经过一条非常斜的隧道 然后你经过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说 怎么可以那么倾斜之下 它可以变成一个隧道 然后那个洞你感觉 哇那洞的天花板是随着你而倾斜的 那个感觉是你上山有另外一个感觉 当你下山的时候 如果你站到了缆车最前面的位置 那个落地窗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说 好像比那个云霄飞车还要刺激的感觉 你应该这么说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去香港去那个太平山的话 对对对 也睡着也没有那么斜 没有没有没有 是所以所以呃 槟城很多甚至槟城人可能都不知道 它是最倾斜的呃隧道缆车铁路或者轨道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大家做的时候要多多留意一下 真的 而且进到去里面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景点 也是有世界级的 其中一个呢就是叫the habitat 嗯就是生态这样子的中文翻译过来 其实它也是世界级的 怎么说 因为呢 因为整个呃 Pennan Hill 就是升旗山 周遭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相当原始的一个热带雨林啦 OK 所以the habitat就是一个生态圈嘛 所以呃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 OK 这一个呢叫做Langorway Canopy Walk 对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多Canopy Walk的的一个国家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多Canopy Walk 多过我们马来西亚 Canopy Walk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森林步道 对 就传说在森林里面啦 因为马来西亚的森林 热带雨林呢 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嗯 就是呃比亚马逊河的那个热带雨林来得更久远 是彭亨的国家公园吗 呃基本上呃它是最主要的 嗯 它是最主要的 但是呢 基本上其他保留的很完好的那些热带雨林呢 都是马来西亚就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超过一亿三千万年的热带雨林 因为其实我们从赤道那边看 赤道一定是诞生最古老的热带雨林的地方 而马来西亚又刚好在这个地方 所以无论是彭亨州的霹雳州的 甚至是呃我们吉达州啊 槟城的吉达州的弗洛交易 那边我们所有的热带雨林都被号称为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这个是我们很很骄傲的一点 然后说回森林步道的话 呃刚刚那个我说一期的英文可能有很多朋友 啊我怎么早啊 啊刚刚怎么怎么怎么说 它有个中文名字 它叫做夜猴近道 OK 它里面呢 用了一个相当高科技的一座桥叫做 玄带桥 玄带桥 中文叫做玄带桥 好多好高科技的 它的英文呢叫做stress ribbon bridge OK 它是用呃我们一条桥通常用那种石灰啊凝固而成嘛 它从石灰的建筑里面呢 有一条有弹性的钢锁 OK 所以它为什么会用这一种建筑风格或者建筑技术 去在这个habitat这边建造这个cannopy walk呢 因为最主要它不要伤害整个生态 它不要伤害任何一棵植物 就是在没有砍伐任何的树林的时候呢 所建出来的一个人形步道这样子 然后它会随着那个地势呢 而建的一个人形步道 它跟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它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玄带桥 OK 而且是在森林里面的玄带桥 这个是 我觉得很多人 我进来 我看到很多朋友 就地球地马来西亚 然后去到那一边 他们只是打卡 说我来到这一边呢 这里的风光明媚啊 还是什么 天气很凉爽 但是我觉得 不知道它是世界之最 你知道你踩的这个石头 是多么的珍贵吗 它这个世界之最是很多人 很喜欢走森林步道的人哦 他们会特地来到槟城的这一个地方 去走这一个玄带桥 多长啊 全长 它海拔高的话是700米左右 然后它全长是280米 它不会说很长 对对 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森林步道会比它还要长 但是它是海拔最高的 这是世界级的 其中最长的就是在几大洲 几大洲我们也会说到的 所以马来西亚可能比我实在太棒了 然后刚刚说 这是最近的新景点 其实也不是最近了 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很火红了 是 但是都不是在中文圈子 我必须说 所以各位懂中文的朋友 请你去多多留意一下 我们中文的媒体圈 或者中文的旅游业界 我们都在努力的推广 将英文 或者说我们叫做英文教育的人 他们懂得欣赏的东西 或许我们中文教育的人 也开始会欣赏 我们不只会买东西 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多接触大自然 这个说到槟城 不只是文化美食 当然还有这个生态的部分 那最后总结一下 槟城吧 今天的主题 怎么办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不能够再次介绍了 还有蝴蝶公园还没说 对啊 蝴蝶公园是全世界第一座 这个热带蝴蝶昆虫 是佛罗山贝的那个吗 对 佛罗山贝的那一刻 必须要去 然后槟城的 以前他们叫做体育馆 或者竞技馆的 也是世界第一座节能 以太阳能发电的这一个体育馆 现在也变成了会议中心 Spice 也是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输入 就是大家会来这个会议中心 去观摩这个科技在那边 是啊 所以要怎么总结呢 太爱槟城了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让我去代言槟城的话 槟城你一定要去看它的多元种族 我们马六甲有和平之街 在这个槟城也有和平之街 你可以去看看印度文化 看马来文化 看华人文化 如何在一条街上面 有很多不一样的老行业 一定要去那边去看 不只看壁画 因为壁画太红了 大家去欣赏一下我们本土 马来西亚人应该更注重的一点 就是和平之街 如果想要去到那一个槟城的和谐之街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在网上找 Tulia Street Tulia Street那一边呢 就有最著名的三个宗教场所 可以和平共处 那么多百年了 对 真的 听两位分享哦 我很残酷耶 像我本身是鸡打人 我从小到大都常会去槟城 但是很多景点呢 对我来说都很陌生耶 要问一下我们制作人 槟城人 今天知道 当心你有试过吗 知道吗 反馈至极 是真的 OK 观音庙啊 然后吉林回教堂啊 然后 司律马哈马人印度庙 然后到最后的圣 Anglican Church 对Anglican Church 所以那一个一定 这四个宗教 你可以看到在同一条街上 每个宗教的人都在那边买食物 吃什么东西 我最后就总结一下了 我觉得槟城不只有很多古老的建筑物 很多的文化之外呢也很有活力 没错 这个就是做旅游业给人家一个全新的感觉 而且每隔几年就很多新的这些元素加进来 这个是非常值得做旅游业的业者一起去观摩和学习的 好吧 那我期待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去哪里 来 我们要做最强预告 我们去 马六甲 没错 OK 另外一个历史文化遗产 那一个呢 故事性就会比较多一些了 对 好吧 那我就期待下个礼拜 我们一起去 在马来西亚看世界 我们去到马六甲咯 非常感谢 嘉伦跟齐叶 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